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周就是上周答应大家的 对于夏天单品来说不是很容易穿的很单调 没有层次或者说变化很少 尤其是连衣裙什么之类的 这期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配饰对于夏天的穿搭的重要程度 以及怎么用配饰来决定整个穿搭风格 和在同一件单品上面做不同的改变 首先就是鞋子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上次有跟大家拍过一个法式的一万种穿搭里面 对比图就非常的明显 鞋子对于一件衣服穿搭风格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配饰方面 鞋子是对穿搭风格影响最大的一个单品 就甚至某一些单品在穿搭的时候 换一个鞋风格马上就不一样了 举个例子我上周不是跟大家分享 最后一套是一个花花的茶鞋裙 它有一点点法式的风格 其实第一个穿搭方式就是法式的这种穿搭 穿一个草边鞋 搭配一个比较经典的夜下包 或者比较小巧一点的 装面自然一点什么的 它就是一个很法式很日常的穿搭 除了这种法式的穿搭 再换一双比较有度假感的宝大凉鞋 或者说人字拖之类的 它就会马上变成热带岛屿的度假风格 就因为这件裙子也是Nanushka的 Nanushka这个品牌DNA就有一点点海滨的风格 然后以及也会有点像Japanese这种 那这套裙子再换一个鞋呢 就是像我上期那种 就换一个很有重量感的靴子 然后再搭配一个黑色的西装 它马上又会变成一个这种 有一点酷然后很年轻化的这种街头感 然后都市感的穿搭 而且现在确实有很多巴黎的小女孩 是这样穿的 其实非常的日常 然后颜色搭配上面也不用这么想 那所以鞋子是决定风格 一个特别重要的单品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什么样的夏天的单品 可以用鞋子实现这种风格的变化呢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单品都可以 最主要的是打破对这一件单品的 固有印象和一些信息解放 就比如说像我的话 如果我刷社交媒体 看的东西会越来越去同 就会越来越倾向于我自己喜欢的那个东西 那我自己是收集不同的风格的时候 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 就用的是那个Vogue Runway 那它出的所有的图都是每一个品牌 这一季的秀场 就是它是按时间更新的 不会有什么这个比较受欢迎 它就会放在前面 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你刷的时候 就是可以按照品牌来找 就我一般的话 除了我自己固定喜欢的几个品牌 一定会看的话 有的时候为了找寻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我会挨着刷哪怕我不认识的这个品牌 这样的话就经常会发现一些 自己衣柜里已经有的单品 或者类似单品 它不一样的这种搭配的方向 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收获 我觉得 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吧 就是私钻类的这种连衣裙 就包括小黑裙 和我上期分享的那个灰色的这种裙子 都是可以的 就这种大家第一眼看上去 就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正式的晚餐啊 或者年会啊 活动之类的会穿的衣服 那它的风格当然就是第一个 就跟这种比较女性化的高跟凉鞋 或者高跟鞋搭配 然后搭配一些比较鲜艳的首饰啊 什么的 就是一个很女性化的正常搭配的样子 就是大家对于小黑裙的这种固有印象吧 那咱们还是从鞋换起 选一个度假感鞋 就比如说我特别爱穿的这个人字托 和我上期分享的这种平底的黑色凉鞋 都是可以的 先把鞋子换了 然后咱们再看其他的单品怎么搭 那比如说度假风的话 就可以穿一个这种很有垂坠感 比较透气的麻痴衬衫 或者断面的衬衫 然后再加一个草帽 以及一个很随性的这种帆布包 或者篮子包都是可以的 这样一下整个穿搭就变了 完全跟很正式的场合 感觉没有什么关系了 就变成一个很chill的感觉 那咱们可以再换一双鞋子 换一个平常很好穿的这种德逊鞋 方便出门的 那换成这个鞋子的话 因为德逊鞋它是一个比较休闲 但是又不至于很运动的款式 所以很适合作为出秋的时候 换季跟小黑裙搭配在一块的单品 就可以搭配这种毛绒绒的毛衣 比较oversize一点 看见就很女人 然后出门什么的也很方便 再冷一点 外面还可以套大衣或者西装 那像现在夏天 这么穿肯定是会热的吧 但是其实也可以穿出这个风格 就比如说穿我现在身上这种 带裸空很薄很薄的夏天的针织 但它可能是长袖 就有点像比基尼外面套的那种罩衫 再加一个德逊鞋 它就是一个都市夏天的日常穿搭方式 那咱们可以再换一双鞋 就是大家现在很多人都有的这种德比鞋 那像德比鞋呢 自带一个学院感 一个复古感 那我上半身就会换一个这种西装马甲 夏天的时候 现在很适合这种单穿马甲的造型 其实很多博主啊 或者说现在比较流行的搭配都有在用 也是一个很实用的单品 然后它这样跟这个四段的黑裙子 搭配在一块的话就很成套 再加一个这种德比鞋 背一个有点classic感的这种包包 它们整个在一起就很有90年代复古感 然后有很多学院风的这种感觉 也很适合夏天日常的时候出行 那最后这条裙子还能有什么风格呢 我就想了一想 好像还没有跟很厚重的鞋搭配在一块 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 先穿很厚重的这个马靴它的效果 突然我就想到 优吉亚马model和安德 那个名字怎么念来着 就这两个牌子的那种暗黑系的风格 我就想说那就直接套一件 这个西装外套 但它是稍微有一点收腰 然后有一些垂坠下来的设计感的这么一个单品 然后马上它就变成了暗黑的风格 就很酷 完全跟最开始咱们印象中 小黑裙的那个固有印象 是两个极端的感觉 所以我这次在用小黑裙 加不同的鞋 在做风格搭配的尝试中 就感觉鞋子对于整套穿搭的风格影响 是有超过50%的 甚至到60%左右 基本上它就和衣服一起能够决定这个风格的走向 大致是什么样子的 那除了鞋子之外 剩下影响风格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装发 我觉得鞋子和装发可以把这个风格完成度到80% 像什么耳环啊项链啊首饰包包之类的 可能就是只占剩下的20%而已 在试衣服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会有体会的 就如果咱们没个化妆 就是素颜也没有弄头发什么的 就直接去商场买衣服 试衣服的时候就会觉得 好像穿什么都不是那个感觉 我自己也会有这个问题 在家里头做fitting的时候 戴个眼镜然后也没有洗脸什么的 在试穿衣服的时候就觉得 哪里不对 总觉得不完整 所以我很多情况下做fitting的时候 就会把手机这样对镜自拍 把脸完全挡起来 还有就是有一次我出门的时候 没有弄头发 我就只是画了一个像现在一样的妆容 然后穿的也很有造型感 但是整个人的精气神就少了很多 就是因为我头发很塌 或者说它就是睡着乱乱的 所以我觉得头发对于整个造型感的完成度 也是非常重要的 仅次于鞋子 发型到底怎么配合风格 就跟鞋子是稍微不太一样 那鞋子它就是直接可以决定嘛 就无所谓 那发型的首先 它的基础就是要适合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风格 那像我的话 如果是平常 我就是大概像现在这样 比较直 但是它不至于到很板正这种 就看起来很顺就可以了 就这种有了自己适合的发型之后 差不多80%的穿搭都是可以兼容的 在做有一些更有造型感 比如说我真的要去参加一些正式场合 或者说我很重视这个约会 或者参加时装周 就是这个衣服需要更有造型感的发型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拉的更直 就是完全直直的 有棱角感 因为我还剪了公底切嘛 就会更明确你的头发是做了造型的 总的来说就是具体根据自己的脸部特点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型方向 然后在做造型的时候根据造型的夸张和完整程度来把它做的更极致一点就好 那平时日常的话我觉得像法式啊或通勤啊上学这种 如果适合卷发的话就可以弄一些那种大波浪啊 或者那种自然的纹理 那如果是适合纸发的话就可以稍微夹顺 就不要让它毛躁 那还有就是如果头型允许的话 或者说自己扎头的技术很好 就这种整个梳得很顺 然后扎起来这种丸子头也是适合大多数风格的 也非常百搭可以很个性也可以很日常 然后也可以穿正式的衣服 因为我自己在穿小黑裙参加活动的时候就经常会把头发扎起来 但它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适合长头发的小伙伴 就比如说浅色发色或者说棕色发色 因为黑色的发色的话它比较沉闷 加上出的很光洁的发型的话 很容易会有这种舞蹈老师的感觉 那最后呢就想跟大家再总结一下 一起在整体示范一下理解一下思路 也算是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上期小裙子合肌里头 那个牛仔半裙的平替风格吧 那首先就是用高跟鞋来配合这个牛仔半裙的穿搭方式 因为高跟鞋它就本身是很有女性化和尖头的 所以在上半身搭配的话我就选择了一个 也是这种很紧身 能看到部分身体曲线的这种针织 像上期那种整个这里肩膀肩颈都露出来的也可以 那这套穿搭呢就是休闲的同时又很有女人味 非常适合去周末约会啊或者跟闺蜜逛街 自己开开心心的这种时刻的 那像这个穿搭的话头发我也是做的更有造型感一点 夹的比较直顺 那如果是想改变穿搭呢咱们也是从鞋先开始决定 比如说我今天日常一点呢 适合去办公室或者说适合去学校上课 那就先换一个很适合走路的这种德逊鞋 因为德逊鞋它就是休闲一点嘛 如果上面身材穿的这么拢这么阿娜就不大合适 所以我就换了一个跟德逊鞋和这个牛仔风格更统一一点的 比较大一点的衬衫 那这个衬衫就随便塞到前面去就好 那这样的话整个穿搭风格就会变得更加少年感 就是有一点中性洒脱的感觉 那头发的话可以再弄的凌乱一点更随性一些 那这一套咱们还可以再换一个鞋更复古一点 就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贝拉的穿搭方式什么的 我就换一个德比鞋 加一个白色的袜子 那整套就已经奠定了一个比较复古的基调了 所以上半身我觉得就可以穿一个这种衬衫 然后外面再套一个这种卫衣 那马上它也是变成90年代的复古 然后有一点英伦学院的这么一个感觉的穿搭 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清楚了 就是鞋子如何决定整个穿搭大致的 可以走向的这么一个方式 尤其适合夏天 因为夏天咱们衣服的层次很少 最多就两层 那在衣服的风格 没有办法做很多层次变化的情况下 鞋子真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品 然后如果想要更完整的话 再配合上妆发什么的就可以了 至于其他的首饰 比如说耳环啊 项链啊和包包什么的 我觉得在前面咱们整体风格已经确定的情况下 其实它自然而然的就很好选了 比如说法式的话就选到金金的 复古一点耳环 然后酷感的穿搭的时候就可以选它 这种链条风格呀 更配合的风格的耳环就好 像首饰这些自然而然的 就可以跟整体风格配合起来的 而且我相信你们一定是可以的 你们都很有风格了 那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夏天利用配饰 可以整体改变风格的一个思路 就是可重复衣橱里头也很重要的一期 对于我来说也是夏天我最常用到的一个改变穿搭风格的方式 希望对于大家的穿搭有些帮助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